为感同身受 完全是自作多情 借乌克兰问题 恶意炒作所谓大陆的军事威胁 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的危机 引起国际关注 是否跟台湾有相似之处 大陆国台办回应 不让台湾问题国际化 但三月初 大陆全国两会召开之际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访台 并将会见总统蔡英文 与反华政客沆瀣一气 企图借外部势力 为谋督造势 不过是闹剧一场 不止民进党被批反华 国民党立委林维州陈以信 也被中国政协报点名是暗读 因此九二共识其草人苏奇坦言 九二共识的时代已经过去 林维州书应找到两岸新论述 朱立伦主席 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给他发的贺信 反对台独 坚持九二共识 依然是国共两党交流合作和对话的基础 大陆国台办似乎在提醒朱立伦 两党的友谊基础是九二共识谋求统一 但同时国民党在台湾的最新民调显示 在各年龄层的好感度都垫底 苏奇认为大陆的对台战略在未来可能不再那么正式争取台湾民意 我们的对台大政方针 我们坚持继续用台湾人民的方针 争取台湾民心 作为我们反独促通 陆委会呼吁要认清中共对台的本职 北京当局一再武力恫吓 否定中华民国非统极独 国人不该对中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与期待 TVB新闻朱光宏陈入文北京报导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